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星柔长堤曾经无比繁忙 一天有几十万名星马游子往返 但在冠病疫情下 以往车水马龙的景观已不在 星马陆路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BTL 上个星期一29号开通后 这条长堤又成了在新加坡工作的 马来西亚人最向往的地方 因为那就是回家的路 带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送给家人的礼物 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小行李 主要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 怎么来新加坡反而好像来旅行一样 接一个家人怎么那么难 28岁的萧维权 两年前来新加坡工作 疫情前每个星期都会回马来西亚至少一次 疫情爆发后 他就不曾回过家 这次难得买到陆路VGL的巴士车票 就决定回新山探亲四天 心里既期待又兴奋 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抱抱我的妈妈 一上车看到妈妈周文多了几条 然后爸爸头发又更少了 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家里跟家人见面 可能你不会去感觉到这样的变化 但两年了那个感受真的就是好心酸 这次回去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爸爸妈妈老了几岁了 家也没有什么变化 就好像一直在等我回去一样 为了这次团聚 他的父母还特地备好食材 亲自烹煮他最爱喝的药材鸡汤 因为他小时候时常有喝这种汤 喝了它会有那种想念的感觉 它比较浓一点 如果我们平时可能你喝会比较淡一点 一定拿这个自然 外面一小顿的那不到位 所以我们的汤我们可以加浓一点 浓一点也喝起来味道就很香甜 这两年我一直都很心心念念 我妈妈的那时候好菜 那个菜豆饭 然后还有大骨鸡汤 所以这次回去就会有一种 哇 我好像三岁小孩 对 就是可以赖在家里 然后爸爸妈妈好好照顾自己的小孩 短暂的团聚 让肖家五口更珍惜相处的时光 除了话家长 维权还翻看旧照片 跟家人重新拍摄当年照片中的情境 其乐融融 他说这次回家 最让父母心疼的是 他在这两年瘦了25公斤 我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最重要就是希望我可以吃多一点 他们还是心心念念那个两年前胖胖的我 对 觉得来新加坡怎么瘦了 是不是不吃饭 是不是过得很不好 其实维权是为了拥有更健康的体魄 勤于运动才会瘦下来的 他还加入了一个名为Bornfire Suggers的现代杂技团 让他能锻炼身体 也能调剂心情 原本只是月低来新打工赚钱 疫情却促使这个过客在本地追逐梦想 他如今考到了街头艺人的执照 也交到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从来没有想过会跟一群新加坡的朋友 那么密切的接触 因为主要也是语言的关系 因为从小在一个华人的环境长大 然后担心自己的英文不好 然后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 但是这两年下来参加的这些社团活动 发现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大家还是会讲华语 这一群朋友人想法都很正能量 所以我不会觉得好像在新加坡下班以后 然后就有一点肺 然后躺在家里 就是一直抱怨过得不开心 不会 就是因为这个社团 让我在心里上开心了很多 新马两国在11月协议开通航空BTL 宣布后不久 也决定在11月29号同一天 开放陆路BTL 方便分隔两地的亲人相聚 人在新山的李佩额 原本打算带着两岁大的儿子 通过航空BTL来新加坡跟丈夫相聚 看了一下飞机票觉得是蛮贵的 然后就放弃了这个打销 过后就听到朋友说 陆路交通应该也会很快就开放了 所以叫我再轮一轮了 然后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 的确是有好消息了 在29号那一天开卖票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有上去等待买票了 所以等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这样才买到票 佩额的丈夫会在下个星期六 通过陆路BTL回马来西亚 这是一家三口 判了快两年的一次团聚 去年头儿子还没满一岁 佩额的丈夫就必须为了工作 而跟他们分隔两地 虽然平时能透过视频联系 但独自在新山 要兼顾工作和儿子 让他有些疲惫 就觉得不容易 因为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去亲力亲为 有时候会觉得蛮累的 也希望他能够在身边 给我一个拥抱之类的 就至少还会有一个 小小的安慰 因为照顾孩子也挺累的 也需要有人安慰 给我支持这样 其实因为疫情 而分隔两地的夫妻 所面对的挑战确实不少 心理辅导员说 适当的沟通非常重要 我们亚洲文化本来就比较保守 所以男人有时候不是非常理解 妈妈一些的挑战 可能妈妈就会尽力地解释给爸爸 可能爸爸也不是非常理解 所以可能就会需要用一些 很简单的一些方式来沟通 不是满眼的一种方式 可是就是跟他说 家里在发生的事是这个情况 然后也是可以问他的一些意见 如果还不能回国的话 爸爸就要主动地 经常打电话 然后问我 让他们回去的时候 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跟家庭多接触 多沟通 来弥补一些 之前已经错过的一些时间 佩额期待着丈夫归来 即使只有两个星期 也要争取时间 享受家庭时光 少了聚会 多了温暖 年底佳节 看看这家人如何动员 做义工 为独居老人送上家常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